Magic Box 照亮点 真是的 大人都不知道像我这样的小朋友 每天要上学 要写功课 要跟同学聊天 还要空出时间来看漫画跟看电视 我真的是很忙的 一回到家 麻剑人还叫我要帮忙打扫 这样子我怎么还有空看我最爱的综艺节目呢 你说是不是 我不嫌 我这番言论一出 马上就被我妈揍了 Mum made me clean up my room 真是讨厌人家不想整理房间嘛 OK 所谓的使忆 就是叫人家去做事情 像是麻要我打扫房间 老师要我写功课 或者是拔让我去买零食等等 那计票的动词呢 我们在英文里面就叫做使忆动词 今天要介绍的使忆动词呢 有三个 分别是make have 和 let OK 这三个字呢意思有点不同 但是呢用法相同啰 用法最特别的呢 也是必须要注意的事项 那就是我们十一动词后面 可以直接加圆形动词啦 那你老师不是说一个句子里面 只能有一个动词吗 但是哦 十一动词就是这么神奇哦 我们呢就在十一动词后面加上寿词 这个被命令的对象呢 他做的动作呢 我们要再加上圆形动词 打个比方了 The teacher made us clean the classroom 老师要我们把教室打扫干净 The teacher made us clean the classroom OK made呢是我们的这个十一动词 后面加上寿词 us 再加上圆形动词 clean 或者是呢 像是妈呢 他呢要我赶快去写功课了 My mom made me do my homework OK My mom made me do my homework OK 妈呢要我赶快去写功课 妈叫我写功课 至于呢我们的第三个动词 That That它的意思比较不一样 它是让的意思 像是呢 爸呢他让我去公园玩 Dad let me go to the park after school 爸呢让我去公园玩 Dad let me go to the park after school 或者是呢 Mom let me read comics After I finished my homework 妈妈呢要我写完功课之后才可以看漫画 妈让我写完功课之后看漫画 就是That的用法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三个十一动词的用法哦 十一动词呢主要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make have that 这三位 但是有一些动词意思因为很类似 所以在使用上容易混淆 要特别注意 这些动词呢就是want 想要跟ask 要求 OK 他们呢也有要别人做什么事情 想要别人做什么事情的意思 但是呢因为他们不是十一动词 所以用法不一样 注意到呢当我们在使用want跟ask的时候呢 我们句子里面需要加上to 不定词来引导 后面要求别人做的事情哦 比方说呢 妈妈呢要我去超市帮她买菜 My mom wanted me to go to the supermarket for her OK 妈想要我帮她去超市 Mom wanted me to go to the supermarket want后面呢就加上受词me want me to OK 再加上to 不定词 后面才接上想要这个受词做的事情 跟刚刚十一动词呢 我们擦一个不定词to 但是呢差很多了 我们呢也用ask 来造一个句子咯 老师呢要求我们在教室里面呢 要保持安静 The teacher asked us to stay quiet while in the classroom OK The teacher asked us to stay quiet while in the classroom ask 后面呢我们的受词us 再加上to OK 这一条动词呢跟我们刚刚讲的十一动词 意思很类似 但是用法很不同 考试的时候你可要千万分清楚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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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